《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中共中央纪委网站1月13号发了一个消息 说要准备放一部新的反腐电影 叫做《零容忍》 本月15号上线 也就是大陆时间的今天开始播放了 安排出境认罪的涉及多名落马的大老虎 包括中共原来的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贵州省政协业主席王富玉 还有浙江省委员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周江勇 那么既然中纪委做了预告 咱们今天也凑个热闹 紧跟一把党中央 做一些补充预告和分析吧 方便各位朋友在观看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深刻的领会其中妙处 理解这党中央在宣传坚持高调反腐之外 还有怎样的欲言又止的深刻含义和政治安排 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是孙力军 咱先暗下不表 说说另外两个人 王富玉和周江勇 用几句话稍微过一下 周江勇我在过去的节目中分析过了 他是自称习家军 但是他在政坛被人留意往上走的时候呢 之江新军的那些核心已经离开了浙江 前往中央、北京和全国各地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了 周江勇实际上是在团派中组部大员沈月月 和团中央书记巴音炒鲁的栽培下攀升的 既然不是习近平的亲信之后 又涉及马云的商业集团发了一笔横财 那他的下台自然就不是说习近平断臂 而是习近平清除对手的动作 这就交代清楚这个人了 是吧 那王富裕这个人 大家相对比较陌生一点 贵州省当官 原来在海南嘛 都是大家不太了解的一些偏僻的地方 王富裕就是一个贪官 太贪了 贪婪都成了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他自己说的 他认罪的话说是 疯狂的贪婪、登峰造极 我都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我想我们的网友当中肯定有不少熟悉 对中国就是改革开放初期 海南岛房地产的疯狂历史 是吧 过山车上去下来 是不是 可能有不少朋友自己就是海南人 所以应该对1992年以后的 海南房地产过山车的那个历史有记忆的 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叫十万人才下海南嘛 王富裕也是那段时间 从石家庄副市长的职位上平调进了海南 先后担任了三亚和海口两个城市的主官 也是曾经中国的新闻人物 是什么呢 就那位勇敢的炸掉 宣称炸掉烂尾楼的市长 他就是他 王富裕 什么叫烂尾楼呢 开发商买了地 正在盖楼 结果市场价格跌下来了 投资商不进来了 卖不出去了 然后银行收缩借不出钱了 楼盖不下去了叫烂尾楼 炸烂尾楼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政府侵犯私有财产权的违法事件 人家都买了 却是他的东西 你得让人家盖 是不是 却被炒作成了什么呢 雷厉风行改革先锋的光荣事迹 因为中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 什么是主流啊 狂飙突进 你能搞到钱就是改革派 就是符合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政治正确 因此王富裕就得到第三代中共领袖的赏识 最后呢 官拜贵州省省委副书记 在政协主席这个位置上退休的 他这个罪行有一条是别的贪官没有的 叫做什么 叫退休后仍大肆收钱连财 这句话是在中管干部通报当中首次出现的 王富裕也是首第一只涉嫌构成利用影响力 受惠罪的大老虎 退休后敛财 继续使用影响力 朋友们一听就知道 有所指 对不对 江泽民 如果继续分析 大家就更清楚了 王富裕这个人他弱点也是太贪 是吧 随被习近平拿住了 但是中共 咱们说它无疑不贪 什么坚持高调反腐 你听他说的 对于中共高层来说是反过来的 你要有了贪污的把柄 他才好利用你 要挟你 你才是他们的同路人 他也贪 你不贪 他才不放心 是不是 你没有贪污的把柄在中央那里拿着 他都用你不放心 关键就是现在有拿下你的需要 为什么呢 什么需要呢 我们就看 这海南原来是隶属广东省 广东省海南岛 是个行政区 海南行政特区 1988年升级建的省 王富裕直接的老板 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前的海南省委的第一把手 跟走马灯是一样的 一个换了一个 除了王岐山空降海南五个月 他是过来解决海南金融问题的 其余 无一例外 都是江泽民亲信 90年的海南省委书记是谁 邓鸿勋 他是江泽民的江苏老乡 吴锡仁 当过镇江市委书记 当过江苏省的副书记 那93年省委书记卵崇武 上海市的副市长 除了跟江泽民在一个城市共事之外 他的父亲卵穆涵 曾经当过内蒙的呼和浩特的市长 关键的是这个 他父亲这个人跟江泽民同一年份 就是1956年57年的时候在莫斯科留学 学的还都是汽车制造专业 那你说这关系有多铁吗 他后面有一个海南省委书记叫白克明 也是类似背景 父亲担任过一级部副部长 大家知道江泽民是一级部出身的 是吧 又是同事关系 后面的是魏留成、罗宝明 都是江泽民操控的周永康的石油系统的大员 所以朋友们可以看出端倪了 拿下王富裕 不仅是说用退休后利用影响力敛财这样的定罪 来直接敲打江泽民 也是利用王富裕的工作经历 你想 海南的大老板、省委书记走马灯换了那么多了 海南这个穷乡僻壤 你中间一个五指山 只有一个叫万龙华侨农场 对吧 买点咖啡 只有南北两个城市 换了谁都得靠这两个城市 一个海口一个三样 来发财 来营造他海南当书记的政绩 那你就得靠这两个城市的主官王富裕 让他来当马仔做事 对不对 所以你拿下王富裕 拿下王富裕意味着什么 这江派海南这条线那些把柄就全抓在习近平手里了 2020年下决心收拾王富裕 重要的有一个诱发因素 为什么要在这一年动它呢 香港反送中 因为香港反送中之后的习近平加快在深圳和海南 进行金融试点的布局 他必须把海南的整个人事布局翻转过来 那你原来都是江家的人 他怎么他水泼不进嘛 是不是 咱们后来知道海航集团这个具体是个案例 除了这个之外 三亚市从市委书记到什么 到人大到政协到统战部长一溜烟全抓了 之后习近平他才好干什么 他打烂香港 全国经济秩序打破之后 他留下海南一个新的金融试点 这全按照就是习近平自己的思路来走的 长期战略布局上还有一点 很多朋友是没有想到的一点 就是把海南建成一个成功的地域性经济体 为什么把它建立成一个地域性经济体呢 它通过一个穷州海峡跟大陆是分开的 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失败之后呢 可以树立个新的榜样 给谁呀 给台湾 海南有相同的面积 类似的地理条件 那么给台湾做个新的示范嘛 是不是 所以说 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肯定不能留着一大堆从上到下都不可靠的 甚至跟自己作对的干部系统 所以王富裕电视认罪这个事情 大家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江峰版的全新预告片呢 这俩人搁一边了 咱们现在说 孙力军 在电视荧幕之前认罪的这些中共高官当中 说实话 这个孙力军呢 跟这个电视认罪还是有着很深的渊源了 这套东西就是他的前任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在位的时候搞的 2013年的时候搞 大家看这个时间点 2012年秋18大习近平担任总书记的 2013年3月份两会开了以后 大家举手 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都你的 大位坐定了 傅政华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铁腕整顿北京 你想九门提督嘛 是不是 先把这北京这个 中央高层你习近平的这个政治生活的周边环境先捋顺了 你别出去买菜了 还有人戳着你鼻子骂你 那个不行 是不是 习近平在动军队的同时 就先把舆论环境 特别是北京的舆论环境扭转 当时江派刘云山就是把持的宣传 那么负责网络这块就是著名的叫网络皇帝鲁尾嘛 是不是 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 你想跟鲁尾控制的网络宣传对抗 你悬呐 你习近平的声音 你可能还发不出去 你被删帖嘛 是不是 反而会被控制 你的对手的声音反过来会攻击你 怎么办 傅政华就用了这招 电视认错 让全国人都看见你的亲自交代罪行认错 那这个事就可以坐实 名誉上还搞臭了 所以你再搞网络翻案就不容易了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搞谁 中共的整个宣传舆论系统是一个 怎么说 是个大粪坑 是不是 全是苍蝇 你打哪一个呢 目标确定了 后来是谁 打薛蛮子 第一 他是鲁尾的干将 互联网这个臭名昭著的叫什么 叫鲁七条嘛 是不是 那鲁七条什么时候诞生 就是第一次所谓网络研讨会的时候诞生的 这个薛蛮子就是重要的参与制定者 第二呢 薛蛮子他有来头 他跟这个与会的什么网络大V 其他的什么 像周小平这些 跟那其他逐臭的无头苍蝇不同 薛蛮子有头 他是红二代 生父是中共早期的特工头子 还担任过中共创始人之一董碧武的秘书 可以说是有来头的 但他又是一个什么 混混 著名的北京混混 混完了北京混美国 还是个色棍 爱搞性party 所以你看又红又黄 跟党旗一样 是吧 又红又黄 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是网络大V嘛 所以只要打他一下子 全网络都知道 于是目标设定 它弱点突出好色嘛 这一抓就抓个准 是吧 所以抓的嫖娼 电视认罪就这么诞生的 这个事件实际上冲击非常大的 当时即便是党媒都把握不住 站队站错的好多 就包括后来著名的叼盘侠胡锡进 他都说错话 薛蛮子被抓之后胡锡进在8月份在这个微博上说 不能完全排除官方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 你看他这话对着中共的政府啊 对着中央说话了 官方在整薛蛮子 这个胡锡进说 通过性丑闻 跟偷漏税来整治政治对手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好嘛 他都敢把这个话指到中南海去了 结果呢 9月份 薛蛮子电视认罪 一下子整个风向全转了 全国人民声讨薛蛮子进入那个阶段 是吧 而对于卢伟这样的高官来说 就开始什么 晓得习近平的雷霆手段 对于中国这些官派的这些五毛啊 这些官派的这个中共安排的网络携手们 一看 哎哟 这么有背景的薛蛮子 还是美国人呢 是吧 都要认罪了 所以自己当然要什么 小心翼翼啊 认清了 现在当朝换了新主子了 那刁盘侠胡锡进也是吸取了血的教训 从此以后的再高难度的盘 它也刁得又准又好了 是不是 锻炼出来了 大家其实可以注意一个小插曲 这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说说包子包子的 是不是 那就是电视认罪 2013年9月完成的电视认罪 三个月后 2013年12月28号 习近平到北京月潭北街庆风包子铺 坐定了 吃上了包子 这个事情就是习近平的团队 安排由媒体在网络上传播的 没有任何的网络杂音 传递了一个消息就是 习近平是人民领袖 爱人民 也爱人民吃的包子 这也是习近平对已经得到清理了的 北京的政治生活环境的一个满意的亮相 他一出来说 傅政华 小傅 你干的不错 把薛蛮子给收拾了 就这么一个表态 他可以在北京立住脚了 中共政治实际上就是这样巧妙而卑鄙的策划着的 但是也许策划者们想不到的是什么 你薛蛮子被扯掉了面子 中共的统治者们也被扯掉了裤子 一路来 你宣称的依法治国当然无存 然后文革的万人群众批斗大会 你换了一种形式 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来了嘛 于是 今天也许是什么 今天也许是帝父反怀佑站在台上遭受羞辱审判 没有申辩的权利 没有公义可言 那明天呢 就是那些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挨头 那些当年带着群众喊口号的革命家们 站在同一个台上遭受没有申辩的权利 没有公义的羞辱和审判 孙力军本人现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孙力军2016年主导策划了香港铜锣湾书店的绑架事件 其中主要当事人林荣基、桂明海 不就是被孙力军指挥的跨境执法 搞的电视认罪 是不是 那就是一系列的由中共最高执法机关 公安部来操纵的违法操作 违法的迫害 当年薛满子 美国国籍是让中共有所忌惮的 现在桂明海又是个瑞典国籍 是吧 这边又是一群香港人 怎么办 电视认罪就是中共来对付西方的一个政治手段 其实有些评论说 中共根本不懂国际基本的人权原则 不懂无罪推定的法律程序 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点低估中共了 他要不懂的国际基本人权原则 他怎么能在人权委员会当头呢 是不是 他懂 他也流洋 他也研究西方 其实不是不懂的这些国际根本原则 而是在中共的斗争本质的催促下呢 他在巧妙的利用西方政府的弱点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就像加入世贸组织一样的 中共第一时间呢 它是召开各省的主管干部 来研究世贸组织规定上面的一些漏洞 召集外贸负责人 开课讲解 如何避开关税配额呀 公开耍花招啊 就干这些事情 大陆卖不了走香港 香港卖不了走越南 越南走不了走南美北美 那么电视认罪呢 中共当然知道这种事情真的是 让当事人掉面子 然后自己掉裤子的丢人的事 但只要让当事人丢了面子 他自己掉裤子 他不怕 为什么 流氓出身 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在马克思看来是个好词嘞 对不对 所以说共产党就是一副面功 我是流氓 我怕谁嘛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他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说服自己的人民 中共现在在电视上给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罪人 老百姓们 你们看到的电视上多可耻的罪人 只要民众跟随了自己的说法 那么西方政府一旦干涉 他要用人权 用法律来指责中共的时候 那么中国民众就会生出什么 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情绪 这么一个罪犯 这么一个肮脏的人 你们还要来包庇 像薛曼子 美国人 天呐 你看看你们美国都是什么人呐 你原来一个中国人面孔 你以为当了美国人入了美国籍 你就可以在中国的街头嫖娼玩弄中国女性吗 哎 愤怒了 于是西方政府呢 越抗议 中共就反而越可以得到越多的民众支持 相反 西方政府会陷入无奈的尴尬 我来帮你 你非但不卖我的好 还要来谴责我 所以西方政府 包括美国 它不得不考虑自己在中国的投资 和在中国的这些美国企业 会不会受到中国民众情绪的攻击吗 所以跟大家说 玩弄电视认罪 中共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让民众先入为主 跟随中共的思路 你看 你不用祈求人民 这个在什么嫖娼贪污分裂国家这个词后面 跟着你走高大上路线一起思考法律程序问题 一起思考电视认罪后面还有人权的问题 不是 这就是愤怒的人群用石头打死通奸者的私刑 就是中共版的原教旨主义 孙力军他在电视上怎么说 他说没想到自己成了一个法治建设 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我说这句话呀 孙力军口中说出来真正是意味深长 虽然说这个林容忍这部片子放出来 大家是一个角度看法 那咱们今天这么说了 大家真的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那孙力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正是说的中共 中共才是法治建设与公平正义的最大破坏者 孙力军只是个走卒啊 只是这股巨大的邪恶破坏力量中的一个得力打手而已 连他自己也难保 他自己都被这股着流裹挟着 而成为无法得到法治的公正 无法得到人间公益的牺牲者 几年前他让铜锣湾书店的香港人站在电视前 接受屈辱之后 他能想到今天报应来的这么快吗 他能想到今天他也站在电视街前面受辱 而那些曾经的冤屈者 今年也许正在把酒言欢 贪官相庆呢 好 咱们再回到孙力军案件的本身 公安部员副部长孙力军 他呢 被提起公诉有这么几个罪名 第一 受贿 第二 操纵证券市场 第三 非法持有枪支 这三个罪名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 首先 他根本没有提到原来的有关控罪 是吧 接受被捕 接受刑事调查有关控罪 特别是那些政治指控 那个什么 背弃两个维护 就说明你在反习近平吗 在党内大搞 团团活活 控制要害部门 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这些用词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就是你看薄熙来抓周永康的时候 抓薄熙来的时候 比他们那个时候话说的都重 但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 受贿罪 这些罪行跟政治指控毫无相关 如果对比一下最近的一些相关言论呢 你说除了这次闹得比较熊 就是这个林荣忍电视认罪 中共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呢 也在北京就是1月10号也表示说 公安部将继续肃清孙力军等人的这个流毒 作为一个重大政治任务贯彻始终 对涉及孙力军等人问题的人事案进行全面清理 同时这个中纪委网站12号也发文 他除了搞预告以外 他也发文点名孙力军 龚道安这些政法系统的大老虎 说持续加大办案力度 但是很明显 这边张着嘴这么大 在大声喊口号 那这边看呢 是重拿轻放的结局 明显是对外宣称放狠话 但实际在对孙力军个人的处置上 实际上走的是宽松路线 就是在放水 为什么说是放水呢 我们俩先分析一下这些定罪 你看 受贿罪 贪污和受贿 虽然都是放在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这里的 但是大家注意到孙力军这里没有贪污的指控 没这俩字 尽管根据中共的刑事诉讼法呀 这符合叫特别严重情节的都可以判死刑 但是在司法实践量刑当中是有重要区别的 贪污啥意思 贪污就是伸手去拿 主动去拿 去要钱去了 去偷钱去了 受贿呢 你想 没有人行贿就不会有受贿吧 所以在主观能动性上 受贿要比贪污要轻 还有呢 受贿 既然是受贿 你得把刑贿的拿出来吧 谁刑贿呢 刑贿的证据有没有 刑贿的金额如果说我现在说受贿的金额交代一些不相符 还不成立了这证据 所以这里玩转呢 妥协的空间会大很多 更何况就算你情节特别特别特别严重吧 目前来说 除了赖小民之外 拿下的大楼虎这中管干部当中最多是死缓 可以说这最重要的一条指控 只要不跟贪污放在一起 纯粹的受贿起诉一拿出来就是放你一码的重要标志 这些贪官呢 看他自己的起诉书都知道的 你让我一看他起诉 哎呀 没有贪污 他赢了 命爆住了 那么第二条 说操纵证券市场的罪名 朋友们 他是干嘛的 公安局的 公安部的 一名公安干部 而不是金融系统的 也不是各地的行政主管 就是那些可以有权利去掌控资源的 可以操控证券市场的人 是吧 他怎么会享受这个罪名呢 怎么会呢 大家也许会纳闷 但是大家要是联系孙力军的主管工作性质就可以理解 他干什么的 原来干公安部政治保卫系统的主管嘛 这个系统在习近平之后上台的时候 他是要弱化江泽民曾庆红主管的国家安全系统 弱化国安系统 所以他把公安系统给强化了 公安政保这个工作 加上孙力军原来主管610破坏法轮功 他掌握这种法外特权 他们就干惯了这种事了 从原来那是什么 你这职务是干什么 负责中央领导和家庭的安全 是不是 什么是安全呢 出行安全吧 个人健康啊 诸如此类吧 也有政治安全 那后来就上升为什么 掌握更多的中共内斗最核心机密 他全听了去了 全打听了去了 所以拿下中共权贵集团这几个圈子里面的经济情报 那当然就易如反掌了 所以这个指控呢 你别看它是个经济方面的指控 却佐证了原先政治指控当中 关于它把控要害部门的内容 但是只使用了就是不同不仰的 说操控政权市场 也拿出来使人 他因为通过这个了挣了点钱 那么这个罪行情节严重的 咱们一看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就是把最严重的政治罪行 变成了一个让本人可以接受的一个量刑的范围 有期徒刑十年嘛 他可以接受 那么非法持枪罪呢 那很多朋友听了都会笑 公安部长最大的警察 是不是 警察持枪也犯罪吗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了 第一个说是非法持枪 是存储大量的枪先弹药 咱们知道 前面抓住几个军中大老虎的时候 包括抓钟永康的时候 都说家里有军火库嘛 有类似的情形 这都足以支持一场政变的军火 那当然是最高执政者的最大威胁了 但是把这种情况弱化成非法持枪这个罪名 有些不妥 对不对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大 是什么呢 即便是可以合法配置枪支的人员 包括你公安 警察 也有一条犯规的 可以购得上非法持枪罪的是什么 就叫做私自藏匿拒不交出 你想 国安部第二把交椅 它到哪儿 都可以挂着它的枪呢 是不是 特别是干政治保卫工作的 可以去的地方更多了 可以挂枪的地方更多了 只有一个地方不能去 中央会议不能去 只有一个人他不能接近 接近最高领袖 也就是习近平的时候 你只有授权者 真实的授权者才能够配枪 孙力军肯定是没有得到这种授权 孙力军被抓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出访武汉之后 当时就盛传孙力军要谋反 那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他持枪出现在了习近平附近 并被发现 拿下呢 这个已经是 目前还说应该是中央的最高机密了 这个事可能平息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事才能出来 但这是我的一个分析 但是无论两种猜测是哪一个 都与习近平遭到刺杀的传闻有关 那么想 这个拿着枪是天经地义的拿枪的公安部长 非法持枪的指控 是不是 看来是巧妙的旁证了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 准备对习近平不利的这个情况 当然非法持枪的指控呢 咱们去查 也是最多七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综合一看呢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了 习近平这次很明显是不愿意把孙力军的审判 与目前党内最高层的政治斗争挂上关系 对外罪名越多 那么大家对党内斗争的这个直接的这个联系呢会越大 现在呢 保持一个对外的口气重实际操作呢 却放了孙力军一马 只有两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 咱们看 就是六中全会之后 咱们看人民日报嘛 党的喉舌同时说出两种声音 从来没有的 这反映出习近平在这个什么全面权力掌控上是有所让步了 这与他的经济政策的失败 与外交目前的全面失败有直接关系 受到党内的谴责太多了 扛不下去 是吧 你有本事你干出点名堂来 他又干不成 是吧 上台以后连续这么多事情都做失败了 最近时间 咱们大家看到那个栗战书的异动 也是一个重要旁证 你说栗战书是得了病的休息难 绝对不可能的 我告诉你 到了那个级别 他就是打了这个激素 扶点毒 他都得上来露面 因为不光你栗战书一个人 还有你栗战书后面一帮马仔 从中央到省委到市委一群里的人 看着你不再出席这个最高会议 他们会怎么想 是不是 所以呢 他一定会出来 现在的出不来一定不会是简单的原因 所以这种异动就是一个重要的旁证 习近平至少是什么 退了一步 那么退了一步 至于是习近平开始全面溃败了开始 还是说习近平从什么 叫做防守型进攻 现在还很难判断 但是孙力军的雷霆手段拿下 现在要轻罪处罚 显然是政治上的重大让步 那么第二点 第二个因素是什么 习近平的心腹王小洪 现在是对公安部已经有了实际的控制权了 所以对公安系统的整肃呢 可以说是看来可以告一段了 你不要看到这上面发言人说的那么重 继续处理 咱们都知道这狗急了还跳墙呢 习近平不是不知道 他不能把他们逼太急 何况这些都是刀把子 舆论上和组织人士上可以在公安部在内部系统继续调整 继续保持一份压力 继续该换人的换人 但实际的执行上要放一条生路 恐怕呢 这是最实际 也是最安全的一种选择 不论是对习近平本人来说 还是对中共这条江城之船 好 江峰漫谈 咱们今天星期五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